佛山GK2比1战胜TY进入了挑战者V的淘汰赛 但选手们看上去并没有多开心 因为他们的表现实在算不上好 面对全国大赛的队伍赢得如此吃力 粉丝们也对他们接下来的淘汰赛之旅表示担心 尤其是发育录孟兰的表现实在太不稳定了 如果没有清风撑着的话 或许GK这场真的翻车了 前两局双方占平 第三局GK拿了个比较稳的阵容 前期也拿到了一血 但六分钟 TY主动开团 击杀了孟兰的孙上香 在气势上一点都不怂 此后孟兰又出现了一波比较大的失误 GK团战获胜 孟兰想要推中塔 交了1技能翻滚 刘邦直接2E技能击杀孟兰 这波孟兰的个人失误确实是不应该 GK拿到优势之后准备开黑暗暴君 但孟兰的孙上香想要追点西施 有点摊输出了 在张飞面前交了翻滚 张飞直接大招分割战场 这个时候孟兰不得不交出闪现撤离 并且蓬蓬的凯也在帮他打拆火 但孟兰还是被刘邦切死了 这波只能说孟兰的走位太靠前 即便孙上香是个有位移的射手 也未免太激进了 风暴龙王团战TY的兰强行切孙上香 刘邦和西施也在盯着孙上香打 这波如果TY处理的再细腻一点的话 完全是能打赢团战拿到风暴龙王的 只是清风的沈梦西输出拉满了 如果兰去处理沈梦西而不是盯着凯的话 或许结局就不一样了 虽然说最终GK赢了 但真的有点废粉丝 面对全国大赛的队伍还打成这样 确实让人有点难以接受了 GK并不仅仅是这一场比赛打的不好 在第一场打MTG的时候 发挥就已经比较差了 孟兰的状态也确实太不稳定 从夏季赛今后赛开始就已经是这样了 挑战者杯看上去也没有回暖 以前总是说孟兰的打法就是如此 有时候秀有时候浪死 但最近浪死的频率太高了 GK这五个人整整齐齐打了几年 始终都没能突破 这次挑杯如果拿不到好成绩 可能真的要大坏血了吧